12月7号 蓝苍江煤公河合作第八次外长会在北京举行 会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与缅甸副总理兼外长丹岁共同会见记者 王毅说 今天蓝煤合作第八次外长会成功召开 六个外长围绕共同迈向现代化 培育次区域发展新优势这一主题 规划下阶段发展重点 为召开第四次领导人会议做好了筹备 凝聚了共识 由于各国民众真切地感受到蓝煤合作给他们带来的红利 蓝煤经济发展带的建设不断结出丰盛的成果 这个新型的次区域合作机制 那么不断地发展壮大 现在已经成为互利合作的一个新的重要的地区合作的平台 王毅表示 面对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 蓝煤国家必须更加团结一心 共同应对挑战 各方同意要重点推进六大方向工作 一是推动建设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六国将加强高层往来引领蓝煤合作战略方向 加强对接发展战略建设好蓝煤大市场 坚持以民为本 让合作成果更多汇集民众造福民生 二是打造更加联动的经济发展带 六国将全面提升基础设施联通 扩大贸易投资 完善产业链 供应链网络 三市营造更加安全的发展环境 六国将把安全合作作为下一阶段合作的重点 要尽快通过平安蓝煤行动方案 坚决打击四区域的跨境犯罪 尤其是电炸 网堵 铲除危害民众安全干扰各国发展的安全的夺留 我们支持越南办好第二届 蓝美水资源合作部长级会议 共同加强气象防灾减灾的合作 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和可持续的利用 四市迈向更加数字化的发展前景 六国科技主管部门正协商建设四区域创新走廊 中方愿在创新走廊框架下 开展更多数字经济和创新合作 无视深化更具特色的人文合作 六国将在旅游 体育 媒体 地方 高校 青年等领域 开展形式多样 有声有色的人文交流 让六国人民好上加好 亲上加亲 六市倡导更加包容的合作理念 我们将坚持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坚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正确的方向 将大力推动南密合作 同GMS三合流域的机制 以及民共和委员会等机制 学调发展 把自己打造为开放包容 交流互建的和谐的家园 王毅强调 本次外长会高校务实 富有成果 进一步坚定了共同建设 面向和平与繁荣的 蓝美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决心与信心